未来中国最需要发展的科技是什么 是芯片还是5G技术 它们可能都有 但是这些重要的技术都离不开一件不起眼的设备 传感器 对于它的地位 日本在上世纪就将它列为十大科技之首 他们的工商界给出了评价 谁支配了传感器 谁就能支配了新时代 中国 美国 德国等科技强国 都将传感器列为未来重大科技项目 拼命地想要在传感器上实现技术突破 足以说明它的重要性 很多人可能很好奇 传感器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一件普通人都很陌生的设备 会被全世界大国殊死重视呢 今天我们简单地科普一下传感器技术 它是如何改变世界 以及普通人能否从中受益 为了方便理解 我先科普一下传感器的概念 简单来说 传感器可以从它的字面意义来理解 就是一种感应和转化的设备 它能将检测到的温度 声音 光线的信息 然后将它们转化为机器上面的电流 电压等 有了它 人类生产出来的机器才能实现智能化 我们举个例子 手机有很多功能 它可以拍照 打电话 玩游戏 对吧 那么这些功能是怎么实现的呢 其实就是传感器检测到手机外面的一些信息 然后把它们转化成电流 这样我们人类才能操控手机 比如说拍照的时候 就是镜头捕捉到物体的光线 然后把它传到图像传感器上 传感器检测到对应的光线 然后将它转化成电信号 再经过处理和显示 这就变成了我们手机上看到的照片了 所以图像传感器就相当于手机的眼睛 是拍摄的核心部件 手机上还有不同的传感器 它们可以把声音 压力等信息转化成电信号 就实现了通话 指纹解锁等功能 如果说芯片是手机的大脑 那么传感器和网络就是手机的五官和神经 一个是用来转化成电信号 一个用来传输信息 可以说如果没有传感器 现在的智能手机连打个大都不是 所以传感器和计算机 通信技术被称为现代信息技术的三大基础 而且传感器在未来的地位会逐渐超过其他两个 被专家认为是物联网的核心技术 将改变现在和未来的世界 这句话是不是夸张呢 它又是如何改变世界的呢 这还要从中国古代说起 大家都知道中国很早就发明了指南针 那时候还叫做思南 它其实就是一种传感器 指针可以感应地球的磁场 然后指明方向 指南针后来传入了欧洲 并且促成了欧洲大航海时代 加快了整个世界的融合 说它改变世界进程 其实并不为过吧 类似指南针的传感器 还有地动仪 制免仪 温度计等 这些发明也都在某种程度上 改变了人类的生活 也就是说传感器从很早之前 就已经在影响世界了 但这个还不能说明传感器的重要性 因为当时并没有传感器的概念 而是作为整体呈现给大家 传感器真正独立存在 并且展现出它的作用 还要从20世纪中期开始算 而且每一次技术更新迭代 传感器的作用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第一代传感器是结构传感器 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 是第一次工业批量生产的传感器 比较典型的代表是电阻式传感器 它的90%都用在了称重上面 大概成这样 像体重计就是称重的一种 我们人站上去的时候 指针就会发生变化 或者显示一个体重 它的原理也很简单 这中间是金属材料做的 可以导电 我们人站上去 这个金属就会发生形状变化 形状变化又引起 电阻和电流的变化 将指针或者数字 所以发生变化 基本每个宝宝刚出生 都需要先称量体重 可以说人类第一个接触的电子产品 就是这个了 说它影响我们每个人 没毛病吧 当然这个时期的传感器比较粗糙 作用也有限 后来有些头脑比较聪明的人就想 这些金属能不能换成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对光比较敏感的材料 是不是可以把光转化成电信号 答案是当然可以了 我们上面说的 图像传感器的核心元件 就是光明传感器 于是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 物理传感器就诞生了 那么既然物理传感器 可以把碰不到 摸不着的光 转化成电信号 那么有温度的热量 可以转化成电信号吗 如果热量也可以 那么声音 磁山等其他的物理特性 也可以转化成电信号吗 答案也是可以的 所以传感器的材料 从金属发展到半导体 电解质 磁性材料等等各种固体材料 它的结构也很简单 主要是敏感元件和转化元件 顾名思义 敏感元件就是用来感应外界的信息 转化就是将感应到的信息 转化成电信号 第二代传感器就比第一代丰富得多 不仅种类多 而且功能也越来越多 像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开关 以前只有手动的 现在有声音感应的 感光的 还有触屏的 拥有的都是不同的传感器 还有军事领域的雷达也是 有红外线传感器 毫米波雷达 红外线雷达等等 也是不同的传感器 这些传感器又做成了 各种各样的检测设备 传感器也开始进入人类各个领域 这个时候 产业界已经认为 没有传感器检测各种信息 那么现代科学技术 就不能得到发展了 但是这还没完 人类对科技的追求是无止境的 各种设备的功能不断增加 对传感器的需求越来越多 一个设备里面 可能要求有多种功能 这个时候 可能一台设备 就需要安装多种传感器 比较典型的就是屏幕 以前屏幕 只要可以触摸或者滑动 就可以操控手机等设备 现在的屏幕 还需要指纹解锁的功能 但是 要满足这么多功能 就遇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 体积太小的设备 安装不了太多传感器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人们就想了个办法 能不能把多种传感器重组一下 集成到同一个传感器里面 于是 集成传感器就诞生了 人们把很多个传感器组合在一起 做成一种新的指纹传感器 所以 手机指纹传感器就诞生了 它是由光 压力 温度等多种传感器集成的 但是这依旧没完 后来人们又思考 既然传感器可以和传感器组合 那么传感器能不能和其他高科技 再结合一下 让传感器性能变得更加优秀一点 比如芯片 答案也是可以的 于是集成传感器芯片也出现了 它将传感器与小型的芯片等元件组合在一起 这样传感器不仅能感应和转化信号 而且还能处理信号 性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其中 典型的例子就是拍照设备 以前老是胶卷相机用胶片传感传感器 后来传感器与处理器是合在一起的 组成了感官芯片 不仅能提高像素 还提升了处理图案的能力 拍照能力直线上升 所以数码相机很快就替代了胶卷相机 然后手机又慢慢开始取代数码相机 现在主流手机厂商采用的图像传感器 都是这种类型 可以说集成传感器的出现 把传感器推向了新的高度 此时的传感器到底有多重要 普通人很难看懂 但是举个例子 大家就知道了 一辆高档轿车有200多个传感器 一架飞机有1000多个传感器 而我们常见的高铁上的传感器 竟然可以达到5000多个 传感器隐藏在每一个设备里面 没有它 不管是高铁还是飞机 甚至是宇宙空间站都得些菜 美国著名杂志福布斯做过评选 他们列出改变世界和人们生活的 十大科技产品 而传感器列在首位 这才有了开头的日本商业界那句话 谁支配了传感器 谁就支配了新时代 但是你以为传感器的辉煌 就到此为止了吧 那你就太小看它了 传感器的逆袭从未停止 集成传感器是硬件性能的巅峰 但是有些专家还不满足 就在思考 既然传感器能集成为硬件 那么能不能将软件技术也组合进来 进一步提升传感器的性能 答案依旧是可以 这就是第三代传感器 智能传感器 它集合了软硬件的优势 将传感器的性能再提升一个档次 如果说互联网时代 传感器以芯片的地位并驾齐驱 那么在物联网时代 专家将传感器的地位再次提高 排在了芯片的前面 2018年 美国麻省理工大学 在评选全球突破性技术时 将智慧传感程式 列为十大最具代表性的技术之一 说起智慧程式 你知道未来十年 它将消耗多少个传感器吗 答案是400一个 是不是超出大家的想象 为什么集成软件的智能传感器 作用这么大 我举个例子 大家就会知道了 我们上面说过 拍照功能是因为相机里面的传感器 把光线转化成电信号对吧 然后手机的拍照功能越来越强大 因为算法的作用 传感器与算法相互帮助 缺一不可 但是随着算法不断增强 会出现一个致命问题 传团的图像传感器 慢慢的跟不上算法的需求了 以前传团的传感器是RGBG传感器 在像素排列中分别对应 红 绿 蓝 三个像素 这是模仿人眼球的 我们拍照后得到初步的照片 再经过算法对颜色进行修正 就成了我们看到的照片 后来人们为了光线更加充足一点 就用白色替代其中一个绿色像素 RGBG传感器 就变成了RGBW传感器 这样光线虽然充足了 但是也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 原来的绿色像素占比少了 在拍摄出来的绿色 却会出现明显的偏淡 这个时候算法虽然能修正 但是毕竟修正有限 还会出现颜色的偏差 所以RGBW技术 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停止发展了 那怎么办呢 很多企业都试图对RGBW技术进行优化 然后一种全新的RGBW技术就诞生了 他们创新的把白色像素重新排列 把每个子像素再次分成四个更小的像素 其中两个用W来替代 这样每个子像素都有对应的颜色和亮度 颜色占比也没有减少 色彩和亮度都大幅度提升 这种技术就是四合一像素聚合技术 它的出现推动了RGBW技术的发展 虽然这种技术很先进 但是新的排列对算法要求大幅度提高 必须要有专门的复杂算法和传感器支持 传统的传感器显然无法满足需求 于是他们就把全新的RGBW影像算法 都集成到了传感器的图像处理单元上 把传感器加芯片加软件相结合 就是专门用来处理拍照功能的 这就是传感器软硬件结合的优势 智慧程式里应用的传感器也是一个道理 高清摄像头 激光雷达等等都是传感器 这些传感器相当于程式系统的眼睛和小脑 可以收集信息 甚至自己处理一些问题 不能处理的再交给程式大脑来决定 这样系统才不会臃肿 智慧程式才能变得更智能起来 其实智慧程式还不是传感器的终极应用 万物互联才是 专家一直将智能传感器看作互联的基石 想要互联就需要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实现连接 而传感器就是连接的桥梁 这也是我们普通人的一个机会 谁支配了传感器 谁就支配了未来 哈喽 我是熊猫 我们下期见